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孙玉玲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快去加油 专家已离冲突促油价飙升 本周以来 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 展开了多次空袭行动 专家警告说 如果中东冲突继续升级 油价可能会再次大幅上涨 这不仅会推高汽油价格 还会因为石油几乎攸关所有制造业 并重新点燃美国通膨问题 专家同事指出 近期美国石油产量的增加 可能会减少油价上涨 带来的经济损害 美国最受欢迎的水果 可能会在几周内耗尽 香蕉 凤梨 柑橘 葡萄 和其他通常透过东部和墨西哥湾 进入美国的水果运输 可能会停止 因为预计数万名港口工人 将于下周二举行大罢工 有进口商表示 任何10月1日之后抵达的水果 都有可能被扔进垃圾桶 部分水果商已经将 运往东部地区的进口产品 改导致歇海岸 避免造成损失 司法部起诉VISA 指控发卡机构 垄断信用卡市场 美国司法部的诉状指出 VISA公司利用其规模和主导地位 压制信用卡市场的竞争 对那些不使用VISA自己的支付技术来处理交易的商家和银行进行处罚 导致消费者和企业损失数十亿美元 数据显示 美国60%的信用卡交易都在VISA的网络上进行 每年VISA可以在这些交易上收取超过70亿美元的费用 LAPD宣布连续数天进行酒驾检查并加强巡逻 洛杉矶警察局本周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系列酒后驾车检查站和巡逻 这些检查站的位置是根据与酒后驾驶车祸和逮捕相关的数据做选择 楼山基警察局强调 设立检查站的目的是教育大众了解不清醒驾驶的危险 系列酒驾检查从今天下午开始 持续到周日晚间11点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